文章来源 郑之鉴 6月21日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视 国务院任命的40个部门和单位的56名负责人 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2015年7月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 2016年7月20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 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 明确规定了参加宣誓人员的范围 宣誓形式和程序等 本届国务院已至少举行了三次宪法宣誓仪式 时间间隔为半年左右 2023年6月15日 国务院任命的55个部门和单位的81名负责人 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2023年12月8日 国务院任命的52个部门和单位的73名负责人 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在过去半年内 国务院任免多位国家工作人员 包括 任命华春莹 女 为外交部副部长5月27日 任命赵志远 为外交部部长助理5月9日 任命刘忠义 胡宾琛 为公安部部长助理4月11日 任命陈晓冬 为外交部副部长3月14日 任命胡明朗 为应急管理部副部长 张正为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2月23日 任命吴京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2月7日等 6月21日下午3时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 宣布宣法宣誓仪式开始 全体起立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 领事人首府宪法 领诵誓词 其他宣誓人列队战力 跟诵誓词 央视画面显示 领事人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 吴清曾长期在上海市任职 担任过上海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今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宣誓后 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 李强强调 争争誓言 要铭记于心 更要建置于形 建行向宪法做出的誓言 最根本的是要忠诚于党 忠诚于党言于律己 连结自律等 是每次宪法宣誓仪式上 总理都会强调的重点内容 在这次的仪式现场 李强强调 要更加严于律己 始终绷紧连结从政这根弦 清白做人 干净做事 历届刑事主义 官僚主义 扑下身子 干实事 求实效 李强还分析了目前的形式 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式和任务 都非同寻常 这对领导干部的能力 素质 作风等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与之前两次宪法宣誓仪式 现场的总理讲话相比 此次讲话多次提到了 更 要有更强的责任心 要有更强的执行力 要有更强的权局观 一是 要有更强的责任心 素业在工 奋发进取 永挑重任 担当作为 全力以赴完成好抓发展 促改革 会民生等各项任务 遇到矛盾不回避 碰到问题感直面 关键时刻顶得上 扛得起 靠得住 二是 要有更强的执行力 持续提升屡职尽责能力 紧盯所在领域前沿动向 与时俱进 推动知识更新 观念更新 本领更新 持续增强开拓创新意识 勇于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 大胆探索新思路 新方法 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三是 要有更强的全局观 摒弃各种本位思想 多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思考问题 制定政策 推动工作 汇聚起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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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破思维